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 徐杰为何敢怒吼张振霖 不是为徐欣报仇 而是周琦在内线广东队处于绝对优势 内心抑制不住得势的喜悦装了一把超距 还记得张振霖上一场爆扣广东队2米26徐欣 张振霖按照杨明的思路就是反复冲击广东队内线 张振霖反复复扣广东队篮筐 面对徐欣也是霸气侧漏 而第二场周琦在内线张振霖的扣篮也就无法施展了 只能在外线投篮结果惨不忍睹 而此时徐欣来劲了 不管冲进去上篮还是投篮 内线有篮板球保障怎么打都有到底 越打越自信 面对张振霖的防守高抛打进 对外就是以其人之道 还制其人之身为徐欣报仇 其实就是广东队全队都知道 周琦大魔王的优势 辽宁队内线只能任人宰割 内线攻不进 辽宁队全队只能在外投篮 气势上此消彼长 徐欣全场各种秀霸气 再也不是闷头打球的男孩 而张振霖糟糕的表现 也只能咽下这口气 渡风无限把周琴放大 如果艾伦不上辽宁队 没有辩证已经大势已去了